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他平时的同伴 一位义工姐妹 来我们掌声有请 大家好 董老师好 你好 张清芬 你年纪大还是他年纪大 我们两个一样大 我们两个一样大 同年的呀 对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的 你也是被忽悠来的 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 都是贫困人 有一份爱都要献出 就是我们有多少都可以献一点 虽然不多 我们在历所难及的时刻 你在食堂里是干啥的 他就炒菜 我就炒菜的 怪不得你绑得这么粗呢 对 你那炒是炒一百多人的饭 这个下料 我们那个就炒熟了为准 下料的有专门有下料 我专门付费 不是你那饭银缝油咋放啊那么大 专门有一个饭的 他就是他就是饭 我只是饭 我只是饭 有专门饭料的 那个锅挺大的嘛 然后你就闭着眼睛翻就行了 不可能的 这还不是要 饭这肯定是要一定的素质 那炒出来的菜好吃吗 朱老师说真的 找入有一天 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 你去到我们那里 尝一尝我们炒这个菜 好不好吃 我觉得我可以坐那盆里面吃 对 你看着会很像的 每天几个菜啊 三个菜 一个汤 一个人 那还不错呀 三菜一汤 国家标准 一汤两素 还有一个汤 可是每顿就只有三元钱 你说 这么便宜呢 对呀 成本要多少 有时候六块多 有时候七块多 那你这不亏死了 问题还不是每一个人三块钱 对呀 有些老人的嘛 他是一顿 他只是一顿 一顿嘛 那有时候一个月给你五十块 八十块 三十块 一个月了吧 你说那一个月算了 他一顿多少钱啊 每个人是统一的标准吗 是统一标准 那他交不出来呀 都交不出来呀 哎呦 每个月都有 好大一部分人交不出来 那交不出来 你给他吃吗 那肯定要给吃啊 对对 他主要是生病 那低保的人嘛 那你还咋交钱呀 哎呀 我们看他们那么老 还有饭吃 我们其实也很有感触 也想着自己老了 也想着自己老了 还能不能像这样 其实我们心里很高兴 那些老人每天来看到我们 他们也很高兴啊 其实他们都说很感激 你说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太感激 太谢谢了 这些老人当中一百多号人 最大年纪有多大 最小年纪有多小 最小的六十多 最小的六十多 那最大的有八九十了呀 这如果今天来排队的老人家 比如说老王老李 哪天不在了 这心里特失落 在我没有开这个食堂 我孤寡老人死掉了嘛 要不然就生气 任不然就出了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们有亲人 然后又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能管他们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从食堂开起来以后呢 一段不来打发 他们告诉我 我叫上门 然后就不至于 发生那种情况了嘛 我接触他们死亡的 最多的是我 所以其实 像这样的一个爱情食堂 希望有更多的资金也好 爱心也好 能够融入进来 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良性的发展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今天的心愿是什么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 这个爱心食堂 能一直的开下去 然后给这些老人 有一口热饭吃 就好了 好 谢谢 来 请回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现在 现在最大的困难 那肯定就是不够吃了 粮食 这个东西 你们每个月的供应量 大概是多少 就是需要多少 老人能交上来的 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零一点 但是每个月的菜的 要全部 补差额是多少 两万多 设备需要什么 严格的说是造 你们那口老造不行了 肯定是不行的嘛 天天吵 我们大年初也就休一天 那这样一口造 大概要多少钱 还要上万呢 这一套 也要上万 对啊 我就不敢想这个问题 他们无一来 他们就说 这就一个月两万 一个造一万 来 我们来听一下 四位企业对于你们的助力 我特别能理解 王大姐 从上场到现在 这种笑的感觉 做公益的人啊 越做公益 心态会越好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啊 除了小家的幸福之外 还有一种叫大家的幸福 刘若游地质旅行的 也愿意在资金上 添砖加瓦 做一个好的开始 也希望你们 也希望你们能 有更多更多的人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一工活动当中来 你也能感受到这种 做慈善的快乐 真的我希望更多的人 和我们一样 都能感受到 做慈善 那种从头到尾 笑的感觉 李群 谢谢 这两位大姐 站在这儿啊 其实是比较起来 好像他们的生活 物质生活 好像比我们周围的 这些认识的人 好像谁都不如 可是他们呢 也选择了帮助 那么那么多的人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而且我觉得 王大姐 您是一个 有大智慧的人 失去女儿 这种痛苦 我觉得 可能就 如果换一般人 可能就沉沦在其中 都不能自拔了 可是呢 你选择了 站出来帮助别人 来自我疗伤 我真的是 我一下子觉得 对生活就充满了信心 那么我们 翠生生薯条呢 会给你们一些 资金的帮助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会很快地 发一批货 我们的翠生生薯条 给你们的 是情绪 感恩 而且我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想每个月呢 就是给你们固定的一些钱 就是你们的食堂开一天 我就给一天 我希望你们的食堂 永远办下去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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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去女儿的这个痛苦 真的完全没有 让你受到任何的 负面的影响 反而你将这个正能量 带给了这个社会 将你的爱心奉献出去 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然后我们活泉公司呢 在云南也有营业点 可以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 定时地派遣一些人员 过去作为一个志愿者 给您的爱心食堂的老人 带去欢乐 谢谢 谢谢 我想你女儿 如果现在看到你这种充实的状态 她也应该是开心 我觉得她走的时候 可能最担心的 也就是39岁的你 如何度过 接下来的这些岁月 所以说希望两位 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在有企业助力的情况之下 要注意一点 科学的经营 我们的帮助只是一小部分 并不能支撑很长时间 如果要达到长期的良性循环 你还要学会经营它 如果每天我们只靠一些感动 和帮助 那支撑不了多久 对啊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祝这个爱心食堂 越办越好 谢谢两位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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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